哈喽,大家好 有的女人在男人眼中就是很廉价,很好撩 除了男人的手段高,女人其实也应该反省 自己是不是为爱付出感情的时候太随便了 如果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谈了七年恋爱 在一起,生活了六年,最后分手了 没有人会觉得这个女人随便 可如果一个女人在七年的时间里跟六个男人谈过恋爱 并且都一起生活过,那别人会怎么想呢 欢喜跟嘉诚已经恋爱两年了 欢喜今年三十二岁,年纪也不小了 想着嘉诚也是该跟他求婚了 可是几个月过去,欢喜左等右等 也没有等到嘉诚向自己求婚 实在按耐不住便问嘉诚 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 谁知嘉诚说招什么急 我们才谈了两年 欢喜有点生气的说 我今年三十二岁了 这年的朋友都结婚了 你就不为我考虑下 还是说你压根就没想要跟我结婚 嘉诚听了火也大 你看你谈的几次恋爱 别以为我不知道 都是谈每几个月就住一块去的 像你这么随便的女人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 欢喜听完嘉诚的这一番话 才知道自己在对方心里 一直是如此的不堪和廉价 女人千万不要觉得男人对自己的好 是理所应当的 在爱意正浓的时候 男人不戳穿女人的过往 是因为怕影响剧情的发展 男人当下不说并不代表他真的不在乎女人的过去 当女人在反问男人 我跟前人生活过怎么就随便了的时候 应该想一想 你对待感情的态度是及时行乐 还是奔着结婚反复斟酌后做的决定 男人不管多爱一个女人 必然都会在意他的过去 而女人那些所谓因为年轻犯下的错 往往会成为男人心中的一根刺 平时感情好的时候 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 一旦矛盾升级 他就会在那扎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新磊 关注我 陪你解读更多的情感新生